我覺得對於這個非六都的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家長怎麼想 今天這個我們看到民意代表炸鍋了 我相信他們的壓力也很大 對不對 對於他們來講他們也有業績啊 讓他們所在的這個現實能夠打得到 他們才能夠對選民交代啊 對不對 那雲林先議員就蔡東復就爆料 昨天才通知 今天中央會播5600劑 BNT兒童疫苗 然後呢突然早上告訴他們 只有2300劑 就是被抽走了 然後呢他去這個反映 反映之後呢昨天這個緊急開會 蘇仁昌拍板定案啊 你看到這個南區呢在台南市的大型施打疫苗 由各縣市來調波啊 看到沒有 各縣市來調波 所以雲林縣呢原本是要5600劑 現在就只好減少為2300劑 所以沒有錯啊他為什麼要減 他為了他要減就是為了 他硬要射嘛 很多地方縣市政府都不用我們已經早就開打了 我們都有了 他硬要射 因為現在小孩打到是 小孩會覺得說是地方政府幫我們打的 不行啊一定要我中央打 就是中央協助地方 地方做不好 做不到 你們在地方打不到的 我中央讓你們打到 但是議員氣炸了 他叫陳時中不要再繼續練 蕭韋 中央要在六都設快打戰 他說我沒有意見 雲林縣小孩也應該有一樣的機會啊 我的雲林的疫苗你怎麼可以幫我扣掉抽走 是怎樣 我覺得這句話聽了非常有感 六都的孩子可能是寶 但不好意思 攔雲林的小孩不是草 好不好 我們雲林的小孩我們嘉義的小孩 我們南投的小孩 一樣瘦瘦瘦瘦一樣都是寶啊 網友怎麼說呢笑死 你一次撥給地方打 不就好啦 綠能你不能嗎 加工而已 從原本的量裡面抽過來 就真的很笨啊 陳時中間被問到 七苗淡寫一句話 我想這是他自己在想的 數據都拿出來 另外蔡英文特別告訴大家說 兒童疫苗夠 所以從這個捉襟見軸來看 明明就是不夠嘛 所以總統在散播假新聞嗎 我先進段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看看兒童疫苗的問題 真的很嚴重 好這個硬要開了這個 七個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 當然如果說疫苗很充裕的話 那你多開點OK啊 方便民眾很OK 但問題是你把這些地方 非六都的這個調過來 就砍人家的單 人家當然不願意嘛 所以這個部分讓大家看到了 其實就是 很故意呀 我問一下大家 去設這個是怎樣 是豪意還是故意 打亂了原來的節奏 而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覺得很白痴為什麼 我台北市已經在學校都要開打了 打到6月3號就全部打完了 你現在硬要 硬要這樣打 然後呢這個指揮中心 馬上公佈一張圖告訴你 來比比看啦 你台北市還敢嘴 你這個兒童疫苗打的比例是最低的 我在幫你 我在幫忙 對不對 當然黃陽明幫大家算一算 這些數字 所以你知道指揮中心有些圖 我現在 有時候不太敢用 因為用了算不算三波假新聞 不知道他幫大家算 這個圖呢 數據台北市接種率 電底的數據公佈出來 但是因為各縣市 施打的時間不一樣 台北市是從5月30號才開始 所以他算的時間到31號 難怪數字這麼低 其他有的縣市是比較早 所以難怪會如此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中間都能 小的手腳 大家知道啦 有時候這個 做帳嘛 尤其家裡面做生意 做帳 很多帳可以隱藏 你要他大一點要他小一點 是可以動手腳的 這個東西也一樣 所以凱箱你來看 另外我覺得今天吵得很 很熱的一個話題就是 到底中央有沒有暗砍防疫資訊 如果有暗砍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很難原諒 我們先從今天這個 疫苗大型接種站 對於很多家長來講 OK嘛 如果你要是對於我來說 我有多的地方可以打 就OK了 你們這個縣市場 吵翻了我不管 但是我覺得非常非常 不可思議的是 這麼重要的一個事情 你竟然雙北不知道 雙北竟然會不知道 怎麼可能呢 確實沒有 確實如此 柯文哲告訴大家 我跟副市長黃珊珊 包括了衛生局長 通通沒有接到中央的通知 還有新北市的衛生局長也說 不知道 台北 新北 一個是疫情最嚴重的 全台灣人口最多 確診人數最多的 一個是我們的首都 也是我們的國門 松山街場在這邊 竟然不知道這麼重要的訊息 另外呢 陳志涵也特別把暗坎這個事情 再給大家一些證據 記不記得 在4月6號 蔡英文在官邸裡面 召開了個防疫會議 雙北首長竟然都沒有找 他找誰呢 找了麥麥 找了燦燦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 柯文哲 哲哲 還有這個 新北市長侯友宜 宜宜兩個人就不找 為什麼呢 當時這個 總統府發言人說 那是因為桃園市跟高雄市都是國門 台北有松山機場 也算嘛 也算國門 而且台北是首多 新北市確診人數最多的 那這算不算是暗坎呢 第二個證據是他說今年4月到5月 根據他的新聞 他的消息 指揮中心 美洲內部的會議 這個我記得凱翔在我們節目中有談到 對國內疫情他們有個評估 我們講過了嘛 國際之間演過給你看 從數學模型可以計算出來 大概預估台灣的單日死亡人數 根據他的 訊息顯示 指揮中心的內部評估 新增數百例 那麼第一 推估這個住院人數呢 可以達1到 1500到 3000人 所以會建議加強 口服抗病毒的藥物等等之類的 但是 我們的中央一直到5月下旬 才把這個東西把它放寬 當然啦今天這個苗波亞跳出來 這個呵護綠營 你有的話把證據拿出來 他公佈了一份 他向台北市衛生局提出了一個公文 台北市衛生局當然官樣文章 其實我覺得苗波亞比較好的做法 你應該去行文一下衛福部 到底有沒有這個傳說中的 會議去預估 凱翔你的訊息好像也是有 記得你在我們的節目中講 對不對 你覺得從這些訊息來看 到底我們的中央 有沒有很惡意的 把一些重要的訊息按扛掉 有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 就是有 但是我覺得前面那個 其實我蠻想講一下 就剛剛斌哥講到那個 大型接種站跟 疫苗接種情形的 我都還記得上周我們也在這邊 講到說 那個台南市長黃偉哲 然後當時被所有家長灌爆 就是因為他這個 原本在學校施打 然後後來把學校施打 的這個規定給 改變了 然後叫大家通通都去 這個疫苗接種的 預約平台上面預約 我們上周在講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還原說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為各縣市分配到的疫苗 根本就不夠 即便是六都也不夠 所以在學校沒有辦法 每個學生 表達意願之後 都能在學校接種得到 所以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結果呢 照理來說 這個疫苗在陸續到貨之後 你會覺得一個原本 一個有人性的政府 他應該做什麼事情 他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好我趕快把疫苗繼續撥下去 讓你地方政府 原本那些原本預約了 表達了說 在學校接種的家長 跟小朋友們 都可以在學校 這邊最安心的 繼續接種到疫苗 不是 結果不是啊 他就是真的在做政治操作 他要你知道說 你能打到疫苗 你能活到現在 是我中央政府的功勞 不是柯文哲 不是 不是侯友一樣 所以呢 他就把原本 都已經 都已經規劃好的事情 就硬是插一個 大型接種站來 大型接種站來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 荒謬 不過今天 其實今天剛剛這個 小芳姐講的是雲林啊 其實嘉義的狀況更慘 嘉義的狀況就是 原本要嘉義市的疫苗 臨時就 臨時就不給了 不給了之後呢 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嘉義市立法委員 這個王美惠 還出來嗆嗦 還出來嗆嗆說什麼 你又沒有打 都夠啦 你嘉義市的小朋友 才這麼多 就給你百分之百 我們嘉義市的小朋友 還這麼多 結果嘉義市現在所有的議員 幾乎跨黨派出來 罵王美惠 說你還 你還有資格當我嘉義的議員嗎 就看你戶籍啊 有很多嘉義縣的小朋友來 會在嘉義市工作的 各縣市的 有資格來打的 我們都打啦 那你這樣跟我說 什麼嘉義市這樣子 那以後我們全部 都把身份證拿出來看啊 嘉義縣的給我滾回 嘉義縣去打 不要來嘉義市 他看了就是指揮中心 給他的圖啊 指揮中心有張數字 各縣市 對我就要舉例 這件事情 真的很荒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一開始把規則 講清楚 大家都照戶籍打 不要 不要月區施打 那月區施打之後 你又把這個拿回來當理由 真的很莫名其妙 所以 這是大型接種戰的問題 那再來講那個 接種情形的 你看指揮中心 中央政府他們想的 就是疫苗這個問題 錢真的被罵了 所以現在 疫苗在我手上的時候 我當然要想盡辦法 佔用這個資源來選舉啊 來重新搬回一層啊 要你們知道 是中央給你們的恩惠啊 那同樣的那個圖 連續幾天 王必勝在拿那個圖說什麼 台北市的接種率最低啊 最低 這件事情也真的非常混蛋 為什麼 因為其實原本的接種的計劃 都是各縣市自己安排的 台北市的接種計劃是什麼 台北市的接種計劃就是 他其實那時候分配到5萬多劑 我特別去查過 第一批拿到5萬多劑 他那時候把 其中4萬劑 也就是絕大多數 撥到學校接種計劃去了 就從5月26號開始 在台北市陸續很多學校 在這個學校裡面開打 其中4萬劑是 然後12000多劑 是分到這個特約的院所裡面 去接種的 去接種然後呢 7000多劑是這個5歲以上 5歲以上然後呢 就是可能他沒有入學的 或是在另外在疫苗平台上 預約到的小朋友 可以在那邊打 所以就知道說 台北市的計劃一直都是 我要在學校裡面打 大部分的疫苗 然後呢 這個特約院所要打比較少部分 特約院所呢 又是從5月30號才開始打 他跟這個什麼高雄市啊 台南市啊 從5月25號 26號就開始施打 完全不一樣 中央政府 衛福部 指揮中心一定知道這個數據 所以呢他特別挑了一個 台北市比較晚開始打 然後他的計劃是按照 在學校裡面 這個接種 他就故意挑這個 說你打得很少 你看看你跟人家 你跟人家桃園比 你跟人家台南比 你跟人家 這個高雄比 你台北市就在混啊 今天所有的在 總質詢當中 民進黨市議員都拿這個來攻擊 這個柯文哲 那柯文哲當然就會講那些 那些很白痴啊 什麼什麼這些的 因為這就是一個 這不是防疫啊 這就是一個政治攻擊啊 人家有計劃你不是不知道 他你就挑了一個時間點 利用這個時間差 然後鋪天蓋地的做政治攻擊 這到底是在防疫還是在幹嘛 陳時中還是要選台北市長的人 台北市民真的把眼睛睜亮一點 看看這個 這會不會太混蛋了一點 然後最後講那個 那個會議啊 我覺得苗博雅跟陳志涵 其實兩個在講不同的事情 那苗博雅真的 我覺得 苗啊真的 好不好很容易被打臉啊 因為真的有這個會議嘛 叫做新冠 新冠肺炎的這個風險評估會議 指揮中心每周會開一次嘛 開一次 所以包括像是之前 我們就是也有得到這樣的資料 包括像是高峰期 每天大概40萬人感染 然後看 看我們能夠找出多少病例 所以這個疫情有可能 這個10萬人 13萬人 20萬人什麼之類的 這樣的數據 都來自這裡啊 他也確實 陳志涵引用的是 其中會議當中的一些會議結論 他每次開完會議之後 都會有一個結論 就一個建議 摘要然後講說什麼 哎呀這個下週開始啊 可能會怎麼樣啊 大概每天大概有多少人 可能會需要住院 可能會有多少人需要 可能會不幸死亡 然後呢 建議中央政府要趕快做什麼事 做什麼做什麼事 就是叫你買藥物啊 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的 每一次的會議當中 都是在講說 要趕快多 擴大 採購疫苗啊 快篩跟藥物 這些事情啊 那所以我覺得苗布 就是一直抓著說 你看衛生學長都不知道 你台北市有開這個會議 怎麼會不知道什麼什麼的 那不是台北市開的 那是中央開的 陳志然講的是 中央明明就開了這樣的會議 但他卻不把這些結論 直接通告地方政府啊 他只有在指揮中心 自己開完之後 然後變成陳時中那樣嘴拿出來 在那邊 在那邊胡扯 然後或是說避重就輕 或是說 該講的都不講 所以苗布雅 不知道陳志然在講什麼東西 而陳志然講的東西 是中央確實有開這樣的會議 據我了解 我記得我問他了 他說他現在去請 去請這個 這個立法院黨團 這個去調資料 到時候看苗布雅你要怎麼凹嗎 沒有 我不同意 凱翔一點 你說 阿苗不知道 阿苗知道的很 他怎麼又不知道 他知道 他故意的啦 他知道他講的是不一樣的事情嗎 他在講說台北市沒有開啊 他今天拿的是那個 台北市衛生局的一張公文嘛 台北市就不一樣 公文當然就寫說 每天的這個防疫資訊 就是有指揮中心 在什麼記者會在哪裡 什麼公告我們等等 就是一個 很正式的一個公文啦 但是苗布雅真的 你對這個事情感興趣 你應該行問這個指揮中心 你到底有沒有開這個會啊 那就很清楚了嘛對不對 因為陳志涵講的是 指揮中心的內部評估 沒有把這個訊息告訴地方 所以你去問台北市衛生局幹嘛 你當然 應該去問指揮中心 你有沒有開這個會啊 對不對 陳志涵講的 有沒有這個會 有沒有這個評估 你開了幾次 裡面的數據是什麼 他有本事 他去問指揮中心 我覺得苗布雅真的是 一個非常奇葩的台北市議員 你看看今天我們前面講的 那些 嘉義啊雲林啊 跨黨派的議員 都跳出來為自己 縣裡面的小朋友講話 就即便有看到民進黨 都出來講說中央政府 不能把我們疫苗抽走啊 然後呢 在當這種事情 真的跟市民 跟縣民這個 這個生病安全有關的時候 你不管黨派 你都應該站在縣民 跟投票給你的角度嘛 但苗布雅現在這些發言 還有民進黨很多市議員的發言 我都不知道你們到底 你們選你們出來的台北市民 然後被虧待了 你們都無動於衷 你們只怕黨被罵了 你們只怕 你只怕蔡英文被罵 陳熊被罵了 投票給你那些市民 他們正在死亡 他們小朋友打不到疫苗 你們都無動於衷 你對得起投票給你的台北市民嘛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 就有折扣了